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美娇娘被掳走当努力 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家乡 却被众人指指点点 连丈夫都以为她被糟蹋 不愿与之见面,简直太可悲 姬彩终于等到长贤醒来 心中的大石头落地 她再也绷不中情绪,痛哭出声 虚弱的长贤轻抚姬彩脸颊安抚 一时牵动伤口,晕了过去 姬彩担心长贤的身体 在面见王妃时 她拒绝对方要送她回朝鲜的提议 想要暂且留在清国照顾长贤 就这样姬彩日夜照顾长贤 等待长贤醒来 姬彩忍不住内心悸动摸住长贤的手 长贤半夜醒来看到这一幕 露出微笑 清晨姬彩为长贤擦汗时 忽然听到外面的声响 这才知道长贤手下带活了丫鬟 主仆二人紧紧笑拥 享受着久别重逢的幸福 手下一见到长贤 就知道她在装病 长贤立马坐了起来 大骂手下戏耍自己 她装病的事情要是被发现 姬彩就会回到朝鲜 丫鬟也得跟着离开 爱慕丫鬟的手下 连忙帮长贤打掩护 还告诉姬彩 长贤有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 姬彩一脸焦急 发誓除非等到长贤完全康复 这段时间她哪也不去 长贤默默为手下竖起大拇指 姬彩无微不至照顾着长贤 大家知道长贤的心意 一直帮她打掩护 唯有梁衣蒙在鼓里 她心疼大哥的身体 总是会与姬彩争抢着照顾长贤 两人谁也不服输 以及抢着汤药 从此之后 长贤一边假装握病在床 一边偷偷与手下们商讨事物 姬彩也没闲着 她照顾着长贤 同时开始打理起铁匠铺的事物 帮助奴隶们为世子种田 长贤也常常在远方偷看姬彩 看到对方辛苦劳作的模样 心疼不已 就这样春去秋来 到了稻谷成熟的季节 姬彩带着成熟的稻碎来见长贤 她无意间看到长贤背部 猙獰的刀疤 难过不已 她担心对方再也醒不过来 愧疚的姬彩宁愿用自己的命 换长贤醒来 听到这话 长贤于心不忍 悠悠转醒 姬彩心底若狂 搀扶着刚醒来的长贤 去外面透气 看长贤好转 姬彩吃醋的讽刺长贤 没多长时间 她就勾搭上了亲国公主 长贤忽然问起 姬彩那日为何抛弃自己 没有暗示赴约 两人对话正好被公主看在眼里 远处梁音张弓搭剑瞄准公主 思索片刻还是放下武器 奈何公主的暗卫已经发现梁音 公主没有杀害对方 只是让梁音给长贤带话 她一定会回来找长贤 梁音担心大哥的暗卫 她请求长贤把集彩送回朝鲜 这个女人十分不祥 之前在江华岛为救集彩 长贤九死一生 这次同样因为救对方 留下后遗症导致跛脚 长贤没有理会梁音的关心 反而指责她不该这样说集彩 梁音眼眶寒寒泪 痛苦不已 梁音气冲冲离开 她找到集彩 请求对方早点回朝鲜 对于长贤来说 她就是不祥的女人 之前在江华岛上 长贤为她挡刀就险些送了性命 说完把集彩 遗落在江华岛上的小刀还给她 集彩这才知道 当初救下自己的是长贤 她泪如雨下 想到长贤为她所做的一切 浮在床上崩溃痛哭 为这一切毫不知情的长贤 遇到等她多时的公主 公主要求长贤把集彩送回朝鲜 如若不然 她可不保证集彩会不会出现意外 长贤愤怒无比 她上前掐住公主脖子 当晚集彩修书一封 送往朝鲜 梁音看到这一幕 发自内心的高兴 没想到集彩只是告知 朝鲜的亲人不要担忧自己 她决定暂时留在亲国 照顾长贤 梁音失望无比 集彩安心留在亲国 和长贤两人有说有笑 长贤趁机强势地牵住集彩的手 把她拥入怀中 长贤的话让集彩内心一跳 可她还是下定不了决心 集彩准备询问 军官到底为何抛弃自己后 再做打算 文言 长贤略带醋意地转身离去 集彩追上前又不知要说些什么 没等集彩开口 长贤栖栖身向前 吻上对方脸颊 集彩紧张地抓住长贤衣领 但正要有所动作时 世子手下突然前来 她告诉长贤 黄太极突然驾崩 黄太极驾崩后 其六岁赤子登基 多尔滚趁机成为摄政王 掌握清国大权 长贤担忧朝鲜的命运 向世子请命 通过清国将领 探听下多尔滚的口风 长贤承诺 一旦世子成为朝鲜王 未来清国在朝鲜取得的所有利益和物资 都会送到摄政王的将领手中 代表世子前来长贤 抛出橄榄汁 将领连忙向摄政王报告 不久后 摄政王答应合作 为表诚意 放世子回朝鲜 给去世的丈人奔丧 可将领却并不开心 他来找长贤大骂对方到底是如何得罪公主的 摄政王想要笼络公主 可公主却提出需要给予他抓捕朝鲜俘虏的权利 一旦公主开始调查 长贤帮将领卖俘虏的事情就会被曝光 将领惶恐不安 以为公主要来对付自己 长贤知道公主是想针对极彩 他约公主见面 询问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长贤拒绝 他就会杀掉所有的朝鲜俘虏 长贤头疼不已 他思索良久 最终决定放姬彩回朝鲜 长贤狠心地表示 两人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姬彩不用绝地欠了自己人情 被迫留在这里 往后他的心中再无牵挂 姬彩顿时红了眼眶 还想要请求长贤不要赶走他 却听到对方更绝情的话语 姬彩气愤地转身就走 他望着天上的浩月 止不住的心痛 一日姬彩请求世子妃 随同他们一起回朝鲜 随后向长贤道别 姬彩隔着门向长贤道歉 最从两人认识的那一刻 他总是成为对方的负担 害长贤多次命悬一线 往后他决心不再成为长贤的负类 在朝鲜肆意而坚强地活着 说完姬彩深深地聚了义工 决绝地离开 长贤在门后早已泪流满面 姬彩跟随世子离开 他回头查探 没有发现长贤身影 失望地离去 长贤这才出现 公主来到长贤身边 她知道长贤内心务必痛恨自己 可她不明白 为何长贤会为卑贱的俘虏们放弃几彩 毕竟连朝鲜都对俘虏们无关不过 不等长贤回话 公主点名长贤内心 她就是看不惯可怜之人受苦的性格 说完公主故意向城墙下方倒去 长贤连忙拉住对方 公主确认了内心的猜测 她忽然露出怯懦的神色 卑微地请求长贤留在自己身边 自从父亲驾崩 她却过着恐惧无比的生活 长贤沉默地望着公主 世子终于回到朝鲜 她第一时间来向父亲请安 王上却闭门不见 她猜出多尔滚想要世子 成为朝鲜王的心思 开始忌惮自己的儿子 姬采回到家中 一家人欣喜若狂 恩爱更是抱着姬采 哭个不停不愿放手 甚至晚上也要在姬采身边入睡 姬采听说军官如今居住在老宅 询问他的近况 恩爱表示 军官当初曾去过清国 但半路遇到歹徒 钱被抢光 最近正准备再去一趟 姬采并不知道 这是军官安慰她家人的谎言 转天她来到老宅与军官见面 刚好看到一位孕妇 为军官整理衣服的画面 见到姬采 军官只说自己会处理好这位女子 但她要知道 姬采是否被糟蹋过 姬采满脸失望 转身就走 一路上被路人们指指点点 嘲讽她是被糟蹋过的夫人 姬采上前抽了叫嚣最狠的男子一巴掌 她答应过长弦 回到朝鲜一定坚强的活下去 军官托姬采妹妹告诉她 自己不愿离婚 但需要听到姬采一个答复 她是否被人糟蹋过 军官的一番话让姬采也不能寐 她好不容易睡着 不承想精神有问题的父亲忽然出现 早前父亲从路人那里听到女儿被糟蹋 为了帮女儿从痛苦中解脱 她掐住姬采脖子 半晌后 父亲恢复神志 连忙松开了手 恩爱听到声响冲进来 抱着姬采安慰 姬采忍不住流下眼泪 一日姬采来到铁匠铺 挑了几把刀防身 见到军官前来 姬采告知对方 自己在清国交受了很难忍受的耻辱 多亏尝闲 她才能平安归来 虽然她受到了很多屈辱 但一切不是她的错 如果军官因为此事跟她离婚 她绝不退让 如今她同意离婚 唯一的原因就是 在清国自己已经把心给了长弦 本集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